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萊萊 好久不見到大家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傳說中的核盾核盾 而且是核盾招核招盾不管啦 反正這個隊伍呢比起盾牌 比起核彈而言台獄盒而言 聽說還要更兇殘一點點 但是呢其實我都一直沒有遇到過台獄盒 可能是我自己沒有在打PEP 因為畢竟用這個隊伍很像都是在很前面才遇得到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呢就給他遇到了 而且我這一次我覺得我玩起來沒有到奪飛 欸應該說是我今天玩賭充月算是歐到一個地步 我總覺得有那麼一點機會 但是實際上玩完之後呢 發現我完完全全找不到任何的機會 我唯一的玩法呢就是 我就是玩我就是玩我自己的極限 欸我能到哪裡就到哪裡 我反而是在測我賭充月的極限 而不是在玩對面的極限 因為對面而言呢我覺得他的極限根本就還沒有到 那我這一次呢可以看到 我在第三位已經弄出了四顆七星賭博充電了 這就知道這個到底有多麼多麼的 唯一的衰的話可能就是月亮還沒有七星而已 不過這個壓力我覺得倒沒有很大 反而是賭博我覺得星數越高 他至少他的充電的效率會越高會越好 好啦那對面的話這次應該重點啦 核彈配上盾牌 而且他用上的是祝福圖 只不過不知道他的%數幾% 不過按照這個情況再加上他的等級跟徽章啦 我們看起來呢核彈跟盾牌 絕對絕對是有11等以上的 甚至你要說12等我都不會去懷疑他 當然你只要看他的傷害就知道幾等啦 不過反正絕對應該是核彈絕對要11啦 那沒有11怎麼打得上去呢對不對 好啦那玩法 我只能說這是我看出來的玩法 因為實際上玩起來的Mega 我完全不知道 簡單的說呢他是靠著盾牌 去減少他資源的消耗 原本呢是靠著颱風跟地獄嘛對不對 把小兵給他秒掉 但是這樣的話變成每一隻小王我都需要去打掉 對每隻小王我都必須要放核彈 但是呢他今天用盾牌的話變成不一定 反正呢我有機會靠著盾牌擋住非常非常的多 除非有漏兵的情況下我再去把用核彈打掉 只不過呢他場上的顆數的盾牌要放幾顆 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不知道要多少顆比較好 可是我相信應該都是四顆以上 可是可以看到他雖然需要盾牌 但是卻又把盾牌放在最後最後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反而都要用小手去複製盾 或是讓場上的盾牌都要有固定的數量會比較好 好啦這個地方我有稍微慢下來啦 我放了我們遇到史萊姆的瞬間 可以感受一下現在到第12回合的史萊姆 史萊姆的情況下呢他還是可以直接給他炸掉 而且還沒有賣血 這是第二隻史萊姆了 我一直覺得他有可能會不會賣血 結果呢都沒有賣血 然後他的錢呢很像也是花不完一樣 我現在到了第...啊又有在跳下一回合了 我們到了第14回合的Boss呢 就可以看到我這邊的COMBO數呢 已經來到162COM了 我覺得我的COMBO數應該沒有多低才對 甚至我覺得算是偏高 但是對面還是可以活動炸掉 然後呢對面終於有一顆七星... 核彈了 對他終於有卡了一顆 但是很像也還好 對 然後呢對面也可以無限錢的原因 我相信跟台地盒比起來 原先會多了一顆召喚嘛對不對 我會用召喚去把傘子拉出來 可以讓我多排掉... 多排...多拉到一些骰子出來 免費的白嫖幾顆 所以說會不會也是因為這樣子才可以 可是也不一定啊 因為召喚基本上不算是白嫖啊 但他等於是讓我的骰子免費去升星而已 還是說就是因為光免費升星這一點就已經夠了呢 而是用召喚而不是用成長 對啊就這點感覺有一點點神奇啊 真的是蠻... 我真的不懂 這個隊伍怎麼可以這麼的無解 對 玩完之後呢能知道他到底怎麼可以強成這副德性 只不過呢感覺上 我應該也是有辦法 只不過還沒有玩過這個隊伍 就看有沒有機會給他練習這個隊伍啦 不過我現在還是不想玩盾核彈就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一個... 就還沒有想嘗試啦 但是這樣看過之後呢 確實有燃起我想要玩的鬥姿 對 這個狀況真的是有點噁心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到了第16回合 這個地方我覺得我已經是完蛋了 因為都知道狂暴王之後呢 我這邊絕對會被轉 就算我今天能夠把對方給秒殺 然後16回我現在已經拉到了178康了 我覺得這個combo數已經算是非常非常高 秒掉之後呢 還有沒有機會 我這個時候以為我已經出了 結果呢沒事 我還有 我還有 只不過呢我那個六星的小丑 有一點尷尬啦 沒有六星的充電可以複製 如果有的話呢 我可以六星跟六星配在一起 結果呢很像沒有辦法了 但是沒關係 我七星至少有給他吃到五星的月亮 這個時候就... 嗯...也算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月亮對賭充居而言 他不一定要到七星 所以說他的條件我會比像日月來得輕鬆一些些啦 對我今天就算不到七星好了 我的傷害其實還算夠的 只要我的狙擊有到的話就可以 好啦那對面同時一口氣丟了兩顆 這怎麼回事 呵...他剛... 左右同時發欸 啊應該是一口氣合了兩顆 還是... 對啊他也沒有光靈鏡啊對不對 好啦我們現在至少我扛住了第一隻轉王 那我們來繼續給他看下去吧 那接下來呢是咱們的瘋王 瘋王的話我這邊沒有問題 那也就是看對面 但是看對面的話很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唯一要贏的契機是什麼呢 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贏 就是呢我們打到非常非常遙遠的未來 等到對面把錢都花光了為止 但是要在這中間呢 我完全不能被王搞到 如果有這個辦法有這個未來的話 我或許還有可以贏的契機 只要沒有狂暴回合的轉王跟失王的話 我或許還可以把對面給耗死 但是這個情況的機率呢 我覺得太低了 對要知道這個狀況的原因是因為 曾經某一次改版裡面 讓PVP裡面的錢呢 最高最高上限只會變成150塊 所以變成說今天招骰只會越來越貴 但是我獲得的錢是一樣的話 代表說我到最後可能會沒有錢 會沒有錢的話就沒有辦法招骰 沒有辦法招骰的話 對面的傷害會比我來的重 只不過那個未來呢 太遙遠了 那不是賭充可以碰到的未來就對了 我覺得那個未來 我覺得至少可能30回合40回合吧 可是大家都知道現在狂暴回合 按照之前的狀況 30、40回合那就已經不是人在玩的狂暴回合了 你知道嗎 好啦現在到了第20回合 又是咱們的蛇王 還可以啦 好險他現在改版之後呢 狂暴回合的王會出第一隻王到第八隻王 第九隻王都會出啦 而不像之前一樣只會出前面的王 不然的話真的是有點噁心 好啦現在是蛇王的話 我這邊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那對面的話還是一樣啦 就是做自己而已 真的 他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策略 對每一隻都殺掉 他連史萊姆都殺掉 對獅王也殺掉 我記得如果有看前面幾回合的話 因為前面是加速啊 他前面我們已經碰到兩三隻 獅王先連續的 他每一隻都先殺掉 也沒有被吼掉 除非到後面 有後面到開始卡板之後呢 才會選擇去被吼 然後呢21回合又是咱們的蛇王 我覺得這邊我能夠扛到這邊 我覺得已經是奇蹟了你知道嗎 就先不論對面啦 我覺得我這個隊伍扛到這邊已經是 哇原來這個隊伍可以扛到這裡啊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21回合 我們的combo數呢來到203康了 可是這個時候我覺得也蠻危險的啦 因為我的combo數已經跟不上回合數了 我們的傷害雖然還可以 只不過呢也蠻明顯沒有像一開始那麼那麼的香 我們光清怪物就要花個幾秒這種時間清 沒有辦法直接活生生的秒掉 有一點點的浪費 那對面呢還是一樣 對 好啦我們王的時間已經到了幾十億了 算說這個招怪已經到中間 應該算是第二階段的狂暴啦 原本第一階段的狂暴會在第一個專角前面 第二個階段狂暴會在第一個專角後面 然後第三個階段應該會在中間對不對 我也忘記了 好啦接下來22回合又來一隻轉王 如果這一隻轉我還能夠扛出的話 我覺得已經很扯啦 通常到這個地方只要出現一隻轉或是一隻失望的話 會需要月亮或是說被搞就會崩掉的隊伍 基本上就是已經量掉了 對就已經量一半了 那對面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也有可能就是還有一個機會 大概兩個機會等他卡骰 不然的話就是 到後面沒錢嘛對不對 那卡骰我覺得更不可能 對因為卡骰中間遇到可能 我覺得遇到失望遇到魔術師 這個機會都可以幫對面解套就對了 好啦第二波下去轉下去 沒有任何機會了 什麼都沒有啦 好啦第23回合我覺得真的已經到極限了啦 賭衝你已經很努力了 只不過對面真的太噁心了 到現在我覺得他還是可以招骰的 我明明只是想要11連勝克格金買個原石而已 結果呢順便幫我省下錢了啦 好啦正式第一次看到這個隊伍 到底有多麼多麼的噁心 真的是噁心 對可能是我這個隊伍不對啦 我覺得啦反正核彈嘛 可能的弱點就是怕上流程 呃流程嘛 可是如果你要講像台流船的話 可能也沒有到很怕 因為只要 呃我 就算你分批丟 欸有可能還有可能 好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用流動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跟這隊一戰的 對可是如果比大力隊的話 感覺根本上不太可能 啊如果要說對到暗殺的話 對面也有召喚 除非一開始就很衰嘛 就只出核彈小丑盾牌 然後沒出召喚沒出失禮的話 或許他可能爆掉 可是如果今天出了一顆召喚的話 是可以把 還可以把暗殺給他扛住的 沒有錯啦 好啦那就之後再看啊 看有沒有機會去玩這隊啊 只不過現在玩了 看過之後呢 確實啊這隊真的有一點噁心就對了 OK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該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你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